据台湾媒体报道,36岁的肖书胜最近积极准备复出,有消息称香港导演云翔相中他的33c的诱人身材,以380万元台币的片酬,邀他主演新片《同流合污》,但他却表示已经推掉了。 萧叔审称,该片走艺术风,有全裸、四批等露骨演出,他不希望付出就脱光,也担心全裸会遭封杀,只好婉拒,改接电视剧《回家的女人》,饰演离家十年欠债的可怜人妻。 萧叔审称,该片酷刺人,饰演离家十年欠债的可怜人。